握進去,頂一下,拿回位,然後放籃 我衝過去 記住,BOOM BOOM 壓住框底,你這樣放到籃 他是不敢用力搜球的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又是痛苦的經歷,這次要拍我吳山的主題 今天我想說一個走籃路線 其實有很多網友,包括大陸,香港,澳門,台灣 都有不少網友在問我問題的時候 他會問如何可以終結上籃 即是我們要走籃入 一個身材不高,速度很快,爆製力很強的球員 過了第一個,好了,問題出現了 第二個怎麼辦呢? 我們怎樣應付第二個人呢? 我們今天就是講這件事 怎樣去選擇一個走籃的路線 首先,我今天的腳是很痛的 所以我很大機會要阿豪示範多些 或者CM示範多些 但我都會示範兩球 因為現在右腳腫得很厲害 因為勞損得太厲害 我們首先請了CM和阿豪出來 好,鏡頭一轉 又出來了,所有人 好了,今天我們首先要有一個場景 場景是什麼呢? 就是假設阿豪是籃底的球員 當然他不是站在這裡搜的 他一般會搜另一個人 因為五打五的嘛 他不會只留在這裡搜我 對,當你這裡有個人的 你想像吧 好了,CM搜我 CM搜我 好了,我們會怎樣做呢? 通常,假設我過了球員之後 然後走籃,下一個會在你 我們的場景就是這樣 我們怎樣選擇這個中攻的路線 首先,砰,過來吧 我們怎樣可以把這個球放進去 OK,第一 我們過第一個人 你要選右邊還是左邊 如果你選右邊 通常因為你右手很熟 好像我這樣 OK,一個in and out過了之後 然後這個 已經在埋著來了 如果你的身形 我跟他差不多 你不用避開他 也不用選第二條進攻路線 你直接走籃 向前 不可以向籃走 有很多人呢 走籃為何要炒粉呢 就是走到過去 我明明要插板的球 你就走去面向籃 結果形成有個角度差呢 會這樣炒了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我們走籃記住 我們是向一塊板走 然後放 明明,不要向籃走 向籃就入瓶為主的 我們記住 我們走籃壓住人 向上 然後向上放 向著快板走 向上 向上放 好了 第二個situation 第一就是向前跑 好了 不用CM了 我直接對阿豪 我們 我們 假設過完 距離有這麼大距離 我們第一件事 我們要過上來一點點 我們要過這個人 對嗎 通常跟你一起動 動的 動的時候 如果你繼續向前走籃呢 你會發覺 你怎樣都吃不回他的位置 你會變成一個很有壓力 記住 我們 通常我們在這裏 過完CM第二個保位 記住 先壓進去 拿出來 明白 先撞一下 再看一次 我們 我們 衝 撞 一二 拿回個位 先撞一下 撞停它 不是撞開它 但我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是撞停 一二 拿回自己的空間 撞停 撞停 再看一次 撞停 一二 拿回自己的空間 然後上纜 如果 有很多人 最大的走纜問題是什麼呢 在45度 衝過去 那個人在等著你 然後你上籃 你反而要問怎樣上這一球 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是不是 平時是不是都是這樣 你很少走籃 不是你會後轉身 上次不是示範了你後轉身 好 好了 好 好 可以 好 解決 因為 在練習籃球初期,我們一般為了令小朋友更容易走籃 都會設定場景在45度走過去 本身都是這樣的,我們練好這件事 這就是走籃路線最大的問題 當你長大了之後,你發覺無論你打快攻也好 打V on V都好,你在這裡走過去 總要有一個人阻礙你 那我們怎樣結束呢 我們本身的路線問題 我們走過去,這個防守者看到你太大,太多時間 他很容易保位,如果你衝過來的話 他保住,而你要走的地方實在太窄了 這裡有防守,底線不能走 如果你來到這裡,在這個位置上有兩個選擇 一是衝過去,1,2,Folter OK,直接Folter入球 如果不是,你要第二個選擇就是,球 我們衝過去,1,2,交球 可以嗎?我們交球 你很難在這裡,可以有其他的選擇 因為這個路線 對防守者來說,太有利了 要不然你就衝過去 如果你是要橙籃,你一定要連在這裡 Folter,要入球 可以嗎?這個第一點 所以,你見NBA大量的球員 走籃,他不會這樣45度拖進去 他們會怎樣 他們會在這裡出來 我們會這樣拖進去 然後放籃 壓住了那個路線 為什麼?要將這個敵人 壓去框的底部 壓去框底 在框底下 盡管阿豪 最高跳到幾高 碰到框 但是他都害怕的 在框底下 因為上面有頂的關係 他是不會跳的 正如剛剛阿豪都沒有跳過 他不敢跳的 硬著覺得有東西撞到我 那這些就是自事過高的 是不敢跳的 明白嗎? 我們並非是一個 好像黑人那樣有彈性的球員 當然我們看過一些 為了鞋子 為了鞋子撞到板上 有沒有想像過那個是自己呢? 我想像過 只限想像 OK 記住 我們走籃盡量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要走這邊 壓進去 頂一下 拿回那個位置 然後放籃 或者 在中間壓進去 當你可以 記住 砰 砰 壓著框底 你這樣放到籃 他是不敢用力搜球的 但是他就要做到兩邊了 他就要做不敢的 他就要做不敢的 他就是做不敢的 那些人 還有人 跟他做不敢的 可以做不敢的 到這幾個 可以吗,很痛 脚很痛 我们试试给CM和阿豪示范 我们现在就看阿豪的示范 记住,重点一 不要在45度里入 45度有太龙二防守 我们尽量在中间入 就算你第一步向45度 Go 踢 你这里 都要做一个假动作 例如Clock Strap In and Out 过去中间 对了,Good 压住 放肩 左手 阿豪用了左手 左手的话 如果你对一个高的球员 他会Block你的 明白吗 你可以呢 记住 你可以呢 BOOM 压住 压住 右手 放上去 不好意思 人重 你记住可以右手摄 因为 假设 当我右手摄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第二个动作 他能守到你右手 你可以跳过来的 我们可以放下 the door 下的 先把我都拍下来的 如果摄到的话呢 我们可以下来的 這裏上籃 它是會Block不到你的 因為就算它是Lebon James都好 這個上籃 這個框是會幫你封了 封了被Block的路線 明白我們這樣壓著 框底放 我們瞄準放的籃在這裏 記住我們是要放去後面 我們要放這裏 就真的放角落頭了 明白 右左 右左 放角落頭 向上放 試試 封了 封了 為什麼 因為太假 是不是 你先凸下去 衝過去 明白 教你一個動作 簡單一點 第一 為什麼你這麼假呢 拍球沒有起步步法 拍球起步步法是什麼 昨晚教完 你可以的 任何一個都可以的 Hop Step都可以的 是不是 你沒有起步步法 你過不了人的 就是你不可以這樣的 沒有的 我們起碼都要一個起步步法 砰 衝過去才行 起步步法 我們下次再說什麼叫起步步法 準備 Good ball 哇 神一樣的存在 哈哈哈哈 OK 他是不正確的 這個 這個 不對等的 為什麼呢 你看看CM 退後三步 退後三步 抹強 如果在這個單打的時候 第一件事一定要靠射球 如果你問我 我沒有射球 人家退後三步 怎樣手理 你會怎樣可以攻擊他 沒有 沒有可能的 你現在這個年代 是不能不射球的 是不是 你這樣 你怎樣擋都擋不到 怎樣擋 你看怎樣擋 怎樣擋 怎樣都幫不到 所以 通常我 對著這些年輕 有能力 速度高 還要英俊的球員 我會怎樣搜 我們一起都在這裡 試一批 Good 好 CM近一點 步半距離 步半距離 假設是認真搜球 步半距離 好 錯了 為什麼 你第一個搞動作 可以的 我剛剛說完了 第一個搞動作 你騙了CM來這邊 是不是封了你 你看到他 立刻扯回來 不是慢了 你不要想著靠快 記住 我們一般要兩個搞動作 你剛剛這個動作 漂亮的 你便扯回來 明白嗎 你直接扯回來 你便扯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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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嗎 記住 那個球 不要向前揮 向上揮 你的爪 不會打到人 你看著 看著 大家看著鏡頭 這樣是打人的 這樣 不會打到人的 明白嗎 同樣另外一件事 我是不建議用頭去防守的 就是 不會這樣的 明白 我們用手去防守的 OK 好 再來 好 看著 不順 不順暢 第一拍球不夠大力 是不是 起步沒有步法 你剛剛那步挺漂亮的 過了去 你記住 我們在一個 切入途中 你要頂開人也好 你要保護自己也好 你的球不夠大力 你不能保護 明白 如果我建議你呢 我建議你這樣的 不要向這邊挖 你看見到 人已經站在右邊一點 明白 Jack Go 過回來 Jack 右去那邊 不是 不是 不是向橫 是向前的 退下看著 我們是 Jack Go 然後抽回來 再看一次 我們拍著球 對嗎 是拍著球 Jack Go 抽回來 都可以的 明白嗎 可以嗎 又或者是這樣 就這樣 我出來 Jack 明白嗎 都可以的 不好意思 我剛剛吵了 都說腳痛 Go Good 對 Good 停 剛剛這次呢 你見不見到呢 他其實是過到CM的 但是呢 他拉停了給CM 就是因為這樣 他摺了過去 摺了過去 阿CM手球剛剛 摺了過去 他繼續向前走 不是 記住 你這下 嚇緊了他 然後先頂他一下 先頂他一下 明白嗎 明白嗎 我們就是 頂停他 然後拿個位子出來上攬 哇 好痛 明白嗎 OK 準備 對啦 沒有頂到 還是向前走 你Lose 這個就是年輕球員那樣東西 那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有速度 是不是 有力量 但是沒有路線的選擇 你向那邊是漂亮的 試試轉去第二邊 又或者 去 轉再回去都可以 路線上不要那麼容易 一剷就剷到尾 你都沒有過那個人 是不是 你騙開了他沒有 他還黏著你 為什麼你繼續選直去 我再說一次 你這個位置是最難 突破防守的 你可以把防守扯低 然後走這裡 或者把防守扯過來這邊 然後去那裡 但是 不能直走 你不是 你不是 字母哥 你不是 你不能直走 明白嗎 給一點點 路線的選擇 引開他 Go 不行 還是太左 你看到你一個假動作之後 沒有的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改 明白 再來一次好不好 對 再翻轉後 Good 雖然疾 雖然疾 是不是 雖然疾 但是你成功騙開了他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在野球場 在街場見到的人 這些叫什麼 迷中步 是不是很迷一樣 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是不是 路線的選擇 亦都伴隨著步法的 我們之後呢 亦都會說 怎樣有效 用步法 例如碎步 太多人碎步 就只用在防守上面 其實碎步在進攻上面 很好用 但是我很少人用碎步 我們亦都會用碎步 這個步法去過人 明白 CM試試進攻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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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 CM進攻阿豪 Go 不行了 CM很假 但是有球 入 假就假的 不過入 第一件事 看上次 CM射球的手腕 就知道他是射手型 是不是 那你射手型 就可以橙欄基本上 沒什麼可能的 盡你能力 我們再走一球 不要讓畫面太尷尬 喂 哇 好 同樣 有速度 但是 他並沒有 這個速度之下 阿豪一定會贏 我都會贏 這樣 明白 但是我們就是要怎樣 我們衝過去的話 記住 壓一下 先 起碼拿一拿 再來看 我直去的 OK 我們記住 我衝過去 好 真的要變 明白嗎 你首先要把那個人壓開 好痛 然後轉 看到我就可以壓住他 上 明白嗎 不要經常給你 記住 我們用盡力做假動作 不要用盡力去橙欄 因為我們橙欄的途中 我們有變數的 不一定是全速去的 用盡力做假動作 令到這個人先走開 明白 然後保持自己的硬正 或者去 或者是這樣 或者 壓住 這個就是我體重的問題 所以他不能頂 是不是完全不能頂 沒得頂 但問題是什麼呢 記住 為什麼 他會沒得頂 就是 我並不是向走籃路線去 你們剛剛都是想著去走籃 是不是 我不是的 我去那邊之後 撞過去先 拿個位出來 去放籃 你看這些技術 最常用的carrier ring 是不是 他衝到過去 衝到過去 頂他 是不是 這樣扔上去 他就是這樣 壓開的位置 可以對付第二輪敵人 第二輪敵人 就是第一個 然後對付第二輪 壓 是不是 我們 如果你要練習 記住 你要練習 你放籃 九點 一隻九童在我們的頂上 前 中 左 左 中 左 I'm sorry 後 中 左 OK 九點 你九點 都要 你看不到剛剛的愚愚放籃嗎 哎呀 差點進來 明白 我們競爭說 你起碼 要在這裡放到籃 頂住 然後跳 放籃 明白嗎 好 再來多球 CM 最後一球 Good ball 你不怕就perfect 怕了 是不是 但是就成功握開了 成功握開了 雖然 不是走籃 但是 認真說一句 你要走籃去入球的話呢 你自己的體能呢 一定要 操得很fit 速度很高 你可以向這方面發展的 正如你見 其實如果在NBA裡面呢 一個 有體能先天的人呢 例如納邦 字母哥 他們都必須要練了鏟籃先 速度高 爆炸力強 但反過來 類似Kawai那些球員呢 他力量其實很強 但是他速度偏慢的話呢 他就不會說只是鏟籃 他照樣會練力 防守為主 但是他會最打得人多的是 反而是 碰撞 是不是 轉 轉 碰撞 射球 反而是會這樣打的 所以 你如果是一個敏捷型速度高的 你可以去走纜 同樣 你不是這些人的話呢 就是我本身 好像我這個年紀呢 是不是 那些腹膏呢 又有上下降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射球好像CM那樣 年輕球員 你都可以由射球開始的 是不是 當你射球準的時候 我們才突 才突破它 是不是 哎呀 哇 哎呀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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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